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正在中国访问 并将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据奥巴马办公室公布 奥巴马随后还将访问印度 会晤印度总理莫迪 奥巴马此次访问中国的时机 正值川普总统访华 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后的两个星期 川普的女儿白宫的顾问伊万卡 在印度出席全球经济高峰会后的几天的时间 另外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给川普总统 刚刚结束的亚太之行蒙上了阴影 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 马海斌先生对此做出分析 你好 海斌 林森好 美国就是前总统进行的这样的一个外交访问 到底还有多大的影响力 首先可以确认就说 他这种出访是不代表官方的 就是他纯粹是一种私人的出访 但是因为他是美国的前总统 他实际上这种私人出访还是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你像美国过去的几任总统 包括你看吉米卡特 就通过他自己卸任之后的多次出访 然后在国际卧旋 最后帮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奥巴马他在上任初始就是2009年的时候 就上任没几个月 诺贝尔和平奖就给了他 当时就引起很大争议 就是说他其实很多市政刚年还没有展开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把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给他了呢 然后有人分析 有不少分析就认为这种给他这个奖更多是一种激励或者说鼓励 而不是说对他之前所做的一种承认 所以说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说 奥马歇任之后的他可能一系列的那个国际运作 然后国际出访 可能是作为他个人来说 他是要回应诺贝尔和平奖所赋予他的那个使命 而取在这个关头 中美之间然后包括中印之间 然后因为这个多边关系 因为那个朝鲜问题 正处于很威美的时候 如果他个人的出访 能够和中国和印度之间达成某种共识 符合美国利益 也能达成多边共赢 那我觉得这个无论是对他个人而言 还是对整个地区 甚至对美国而言 都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他可能是抱着这种良好的愿望而出去的 那么作为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 当然现在他的访问不具有任何的这样的官方的这样的性质 但是作为美国前总统 和刚才你提到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当然他还是肯定应该也发挥他的作用和施加 他的一些影响 那么刚才你提到就是他还会就是到中国以后呢 还会到印度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这在很多的这个外交政策上都是实际上是意见相左的 比如说奥巴马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 那么现在川普政府推出的是一个叫做印度太平洋这样的一个战略 那么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再到中国访问 然后紧接着到印度再和莫迪见面 那么会给美国现在的特别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种影响目前来说还很难看出来 因为毕竟他这次是代表私人 而且肯定不会有太多的那个官方的发布会 也不会一些会谈的详细细节肯定也不会公布 这取决于就是说他从美国的总体力出发 而不是从他和那个川普之间的那个政界分歧出发 包括在比如说亚洲再平衡这种战略 在川普政府下可能有不同的运作 但奥巴马他的外交事务有一个核心 和中国是在同一个就是说平台上 或者是双方有共识 那就是主要是要通过那个多边对话谈判 来解决所有的那个外交政策问题 这个点中方是很欢迎的 要不然我觉得就凭奥巴马也前准的身份 去中国参加一次就企业之间的高峰论坛 还可能还不一定轮到要习近平去跟他接命 但这次习近平是还是会和他接命 就说明中方认可他作为就是在作为前总统也好 作为他关键是认可他就是说重视和平谈判这一点来说 就希望他能够发现更大的作用 然后印度方面也是同样的一个理由 我觉得中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谈判 朝鲜问题肯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且奥巴马他的当时的外交的政策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无核化 所以说朝鲜问题正好符合他这种施政纲点之一 肯定会继续延续 说到就是朝鲜是在星期二的时候又发射了这一枚新的这样的弹道导弹 这个时机也的确正好和奥巴马的这个中国之行 亚洲之行是非常的巧合 当然我们不去揣测他到底有没有实在的这样的联系 但是朝鲜发射了这一颗导弹之后呢 可以说在想到就是他朝鲜金正恩拒绝见习近平的特使 那么川普总统这一次到亚太的这个访问 特别是和习近平的一个会面 他感觉到特别就是说有成就的 就是说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呢 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和美国合作 那么朝鲜的这个举动是不是可以说既打了习近平一个耳光 而且呢也给这个美中关系带来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你的看法是什么 中朝美的关系确实是很复杂而且很微妙 因为各种的细节没有对外透入 比如说中方和朝鲜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那个交流 这是就是几多前那个中方特使 就是其实像相当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特使出反朝鲜 具体有没有见到金正恩这个也没有报道 我估计就是从拓辞来看应该是没有见到的 但没有见到不等于就是说就双方高层之间有通话 有交流有交底 然后你看在这个川普反华之后 美方和朝鲜之间其实还是处于一种递换关系 美方就在前几天又宣布朝鲜还是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那个国家 其实他是把它再次列入 之前有段时间是消除了的 这个肯定是很刺激朝鲜的 同时朝鲜这一次的那个导弹的实验 证明就是说朝鲜不可能轻易放弃 就是说他的那个核实验和他的那个就是说洲际导弹的那个实验 这个也符合我在两周前上这个节目 最后同样的那个观点说 我当时有两个就猜测 第一就是美方可能有一些就是说 除了依赖中方的这个卧旋之外 还有一些比较强硬的那个措施 这个宣布美国宣布朝鲜重新列入 这是恐怖主义国家 这可能是一个举动 同时我当时也猜测就是说朝鲜肯定不会轻易放弃他的核计划 然后这次他那个试射洲际导弹 而且是据美方军事专家估计 这次真的是能够打到美国本土各州的一个洲际导弹 这已经是挺厉害的 就是说这种这种层级的那个冲突啊 是表明就是说中方斡旋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但是我们要分清楚 这种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 是不是中方愿意的 因为有时候你从中方的观点来看 他可能愿意 朝鲜仍然作为一个很强横的那个就是说和美国对立的国家 就作为一个缓冲带 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一个缓冲带 有什么事情都有 新有朝鲜作为一个 就是说一个在处于前线和美国对着干 然后中国可以借此机会 就是说从中卧前取得利益也好 然后就是说保持那个军事实力 从事发展经济也好 这都是符合中方利益的 川普总统发了一个推特 他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 那么在电话当中 他说他是端促习近平主席要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对平壤施加压力 同时他也表示美国马上要采取更多的对平壤的这样的制裁的一个措施 那除了这个他提到的这些之外 你觉得川普总统通过和习近平的通话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美国能做的 除了刚才我们所复述的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之外 美国到底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美国对有朝鲜问题的外交方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就是说从川普总统他的反应来看 他实际上是比较符合他和习近平总统主席达成的一支意见 主要是说双方如果朝鲜之间有什么任何新的进展 必须要通过对话来解决 他们通过对话 而去如此对话就表明这个川普总统还是说 可能在对话中表明就是说 还是相信中方对朝鲜的那个阶行李 还是依赖要中方去争取和平解决的那个途径 不会采取更进一步的那个军事举动 因为川普这个包括美国整个这次的那个反应 就有点低于我个人的那个估计 因为按照川普这种之前的很强硬的态度来看 就是说在和习近平主席会见之前的很强硬的态度来看 如果朝鲜试试了这么成绩这么高的那个导弹的话 美国应当不是这么就是说这么低级的那个外交的反应 可能会上升到一些军事上的行动 包括派行舰队进驻到那个朝鲜和那个南朝鲜 附近的领海包括日本海之类的 但是目前的反应还是就是说 他可能是遵守了和中方之间的约定 还是想通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 但我猜测在美国这个决策体系内部 包括军方还能有很强硬的力量在推动 要有所那个比较强硬的举动 那么说到就是到底是否采取这样武装 或者是比较强硬的这样的举动 就是当然这个中国像刚才你所说的那样 肯定是希望美国呢 还是就是走这样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途径 我们就想起了这个多年前的这个六方会谈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初的时候 朝鲜试射导弹是发射火箭之后呢 美国韩国和日本是有两次高级官员 就是会晤举行了这样的磋商 发表了共同声明等等 那么给人这种感觉 似乎美国要更多的依赖韩国和日本 那么这个六方会谈这个机制 到底还有没有可能再恢复 这可能取决于中国的中方高层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是说他可能如果他和美国 真的之间就按照川普所思想的 能够达成很好的协议 然后主要通过中国方通过 包括经济贸易和那个军事方面的威慑 来对压制朝鲜 让朝鲜回到谈判桌的话 我觉得可能 中国方力不可能一方面 就是单独的完全这么想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 也是对中国不是特别信任 中方本身可能也不太确定 能够对朝鲜能达到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中方本身对朝鲜的那个核发展 和那个导弹甚至也有他自己的顾虑 因为这个就像当年 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一样 苏联也不想 当时也不想中国本身 在军事上变得特别强大 威胁自己的一个力量 中方现在处于和 其实和当年苏联差不多的地位 就是说也不希望 就是说朝鲜在军事上变得特别强大 但是他同时 我得打断你了海滨 我们时间没有时间了 海滨 非常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 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经理 马海斌先生参加节目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观看